Hello 大家好啊 总看到有人论我怎么样成为在美国注册的心理自学师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吧 首先你需要一个硕士及其以上的学位 这个学位必须和心理学相关 比如说clinical psychology,mental health,social work 或者是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方向 我当时选择的就是social work这个方向 并且我的concentration,我的专业方向是mental health,精神健康 其次你还需要很多的实习经验和时间累积 就我所居住的美国加州来说 在心理学相关专业的硕士毕业之后 我们需要累积近3200小时的实习的临床经验 并且是在一个执照的督导监督的情况下面 在累积完3200个小时的经验之后 最重要的一步接下来便是职业资格考试 这个职业资格考试的话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测试你对加州法律 还有你的职业道德标准的一些条款的熟悉程度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测试你的专业知识 就比如说精神疾病的诊断 对不同的疗法有没有什么认识 或者是一些非常实际的一些个案 给你一些困境你要去作为分析 成为执照心理咨询师后 其实就业的选择就会多很多 甚至你还可以开自己的私人诊所 接待来访等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希望我分享的知识能够帮助到 同样又想当心理咨询师梦想的小伙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